大家好,我今天要為大家介紹一款遊戲叫做大家來找查HD萌狗狗版本 好,點擊進入遊戲 那點擊進入遊戲之後呢,會是這一個畫面 那它的右上角呢,就是你目前玩遊戲的最高分數 然後呢,它的左下角有三個按鍵喔 第一個呢,就是它的難易程度,它有分成兩個 一個就是簡單,easy,然後跟hard,就是比較困難的版本 那下面這一個,一個喇叭的那個圖案呢 就是它的音樂,如果你不要音樂的話就只要點擊它一下,音樂就會停 那點擊一下就會有音樂 然後下面這個問號的部分呢,就是它會教你如何操控這個遊戲 好,那遊戲的方式很簡單 就是跟以前一樣,只要找出兩張照片不一樣的地方 並且點擊那個區塊,就可以進行遊戲 好,那我們點擊對下面這裡 進入遊戲 好,那進來之後呢,你會看到中間有綠黃紅這個地方 那它就是它剩下來的時間 它會一格一格慢慢的往下扣 那如果說你點擊到不是不一樣的地方的話 它會迅速的直接扣三個 是中間這部分 好,那它的評分標準呢,就是下面這三個放大鏡的部分 如果說三個放大鏡都沒有使用到的話 一個就是加一千分 好,那如果說像這樣,點擊放大鏡呢 它就可以直接幫你找出不一樣的地方來 那你也可以自己點擊 就是兩張照片不一樣的地方 它就會 它就會幫你存起來 這樣子 好,像這個地方也是不一樣的 然後如果你再使用一個放大鏡 三個放大鏡都使用過後呢 它就不會有加分的效果 好,那點擊下面這裡 五個都找出來之後才算是國關 好,那再點擊下一個 好,像這個地方是不一樣的 好,像這個地方是不一樣的 還有這裡 跟耳朵的部分 還有鼻子 好,錯 好,那使用兩個放大鏡 好,像這樣的話就是加一千分 那如果說你沒有辦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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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好,那你就得了 四千一百一十分 好,點擊 然後它就會到下一個關卡 那如果說你在時間之內沒有辦法 就是 找到五個不一樣的地方 或者是說放大鏡也不夠用了的話 那就會 直接遊戲結束 好,像這樣子 那麼 因為時間用完了 然後它就會跟你說出就是 五個不一樣的地方 那它的最高分數就會是 你剛剛右下角的那個最高分數 它就沒有辦法再進行下一關了 好,以上就是大家來找 寶茶HD萌蒙狗狗的版本 希望大家會喜歡 嘍